进入广告,广告,腾讯视频里,QQ,COM,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,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,使用客户端播放,不稳定,立即下载错误吗? X,XXX,我又反馈,暂停,下一集0.1.03分直播,1.03分在目高清超清,720p,高清480p,标清270p,倍速0.5X,1.0X,1.25X1,5X2.0X,倍速播放,在这里,全屏,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,下一个即将播放,取消,广告广告,趁火打结。 不存在的,克洛夫表示本月不会低价数售求员50%,75%,100%,Vido0760YO6RPE,播放模式Chromials,分辨率1920,X1080,视频框高848,X480燃量50%,视频协议HTTPSCDNAVD,91BF,948BB7015340868,65D14901A6A40, VSNTCDNS,COM下载速度,缓冲质量,真属错误码,版本号3.4.37,2018年8月23日15.40分10秒,播放流水799F03D728343F21A21AK59D2D6470201, 本地日识点击下载,点击清除,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趁火打结,不存在的,克洛夫表示本月不会低价数售求员,按住画面移动小窗。 050179879356404800,连视频,趁火打结,不存在的,克洛夫表示本月不会低价数售求员,时长约1分3秒,腾讯体育8月27日,新竞超力物资赢来三连胜,近期球且不失一球,高区积分榜第一位。 但是对于这样的结果,红军主帅克洛普,却仍然感到不满意,认为球队取胜的过程一场比一场差,这让克洛夫感受到了危机,扎叔表示准备在周末与莱斯侧城的比赛中调整手法。 一球改变,克洛普是图价在周六的比赛中做出人员调整,令物浦夏季引员投入成为英超第一,也本视为本季冠军后雪球队,确实他们打开局也做得不错,一波三连胜把未免冠军曼城压在了身后,球队在进攻端进球泼风,三叉戟只有贝尔米洛,还没有打开进球账户,马内三球,萨拉赫二球。 防守端也是展现出了全新的面貌,自去年十月底,一道四负余热,此后,成为了英超至金丢球最少的球队二十二球。 但是,克洛普认为球队出现了问题,他特别强调了一点。 三场比赛,我们用了相同的首发十一人,在本周六队真莱斯特城,我们会看看做一些改变,显然可以看出, 克洛普对于球队现在的表现不够满意,尤其是在第三轮对阵布莱顿,克洛普认为球队在下半场毫无起色和亮点,输掉了过程。 如实,和布莱顿的下半场比赛,是利物浦三场比赛最糟糕的半场,若不是埃利松奉献神扑,利物浦将很拿获得胜利。 如克洛普所言,一比零这个比分也不错,但我更喜欢四比零。 克洛普还简单总结这三场比赛,认为表现一场不如一场。 第一场对镇西汉姆非常不错,我们控制了局势,第二场对水晶弓结果也可以,但是中间出了些问题。 第三场对阵布莱顿,实际上说下半场比赛,我们输了,没有创造力和压迫强度,什么都没有。 克洛普所言有一定的道理,从每场的金球数上来看,利物浦也是主场地姐,可以看出加速遇他危机的能力和对球队的保抗。 克洛普对于球队的过程更为重视,我一直都说,如果我们表现得足够出色,球队往往会赢或者是平。 如果表现一般,那么球队往往会输掉比赛,而当你表现出色的时候,不用那么刻意追求结果胜利,结果自然会来。 对阵莱斯特城的比赛,我们想做一些改变,克洛普试图改变手法,从另一个角度,也不失试给队内球员,营造一种良性竞争。 下季引进的法比尼奥和沙奇里,都始终没有手法机会,法比尼奥甚至连续两轮已经无缘比赛。 但,昔日主尼亨利森和洛夫伦,还在被世界杯后一阵所拓累,克洛普甚至还表示,不要忘了索兰克和奥利吉,他们在平日训练中也非常出色,可以体现。 克洛普也是在给其他球员一些机会,笑齐。